好,我们再往下看 In an persönliche Beratung situation 那么在可能一个个人的这个咨询场合下面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Winterstützere 他就要支持 现在支持的B语呢是 Seinen clienten Client这个词很好理解 英语里面叫做Client 就是你的客户 敬义词我们可以理解为Kunder 但是Kunder一般指的是商场里面的客户 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客户 而如果是一些涉及保险啊 银行啊 或其他的服务业的时候 比较高端的那种感觉是Client 好,那么括号里面是英语单词 Coachee 本来在英语里面呢 Coach和Coachee正好是对应了教练和被训练的这个人 分别就是Coach和Coachee 好,现在这个培训师要支持他的这些学员们 Buy their Beratung 这个by就表示在什么情况下 在客服啊 然后后面是一个二格 Seine Beruflichen Anforderung 在客服他的职业的一些要求方面 要支持他 然后从这个顾客 从他的一些客户的角度呢 The client s are learning 他们应该学习 Seine Probleme selbst to analysieren 要自己去分析他的这些问题 Wende eigene Lösungsforschläge and Wicke 然后要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个解决策略 Lösungsforschläge 这个德语单词本身字面意思就是解决问题的建议 然后呢 Dabe wird er von seinen Koach Wende Stützt 这个意思跟前面一点重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顾客他会被他的教练支持 好然后这一端最后一句话 注意这里面又是一个反声 足语Nanty 足语称自己 这个地方同样是反声具备了一定的被动的含义 那么注意当然是Dieser Sphere Farm 众方式也称之为 在程序层面上面的咨询 Beraton auf Ebene 就是在什么层面上面的 然后现在这个Eben的这个层面 前面合成了另外一个名词 Process Ebene Process又指的是一个事情的程序流程 结合上下文来看 他这个建议不就是对你人生的一种规划方面的 或者具体是某个职业 他的一个规划上面的 所以这个Process就是这么理解 OK 我们再来看下下一个项目的 一般的教育,最佳最佳的教育,最佳最佳最佳的教育。 但仍然是不適合的教育, 有很多教育的教育。 因此,要注意到教育的教育, 提供的教育和教育的教育。 這段主要內容就是說, 人們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好的培訓師, 一個好的教練呢? 最佳的方法當然是通過個人的推薦。 很好理解,推薦。 大,注意這個大明顯是一個重句, 所以這個大是因為。 那因為這個職業形象, 這個培訓師的他這個職業形象, 並不受到任何的保護。 Nicht geschützt ist, schützen,保護。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江湖騙子。 這個長單詞,很奇怪這個單詞, schalatan, der schalatan,這個單詞就是, 江湖騙子, 用衣, 招搖撞騙的人, 這個意思。 Eine Reihe von, 應該都知道, 就一系列的。 Dachia sollte man, 因此呢, 人們就應該, drauf achten, 就應該注重這方面, achten auf, 注意, 重視, 某個方面。 後面。 後面更一個, DAS從句。 注意重視的內容呢, 現在這個, der coach, 這個培訓師。 動詞在最後, forwised, 來自於, forweisen, 出示, 展示出。 它應該要能夠展示出, entsprechende qualifizierten behofflichung erfahrungshorizont, 這一小部分, 它最核心的是後面的名詞, erfahrungshorizont, 那麼這個單詞, 它其實還是erfahrung的意思, 因為erfahrung就是經驗, horizont, 最基本的含義是地平線, 但是因為地平線, 其實就表達你的目力所及的範圍, 就你能看到這麼遠, 對吧, 這就叫做地平線。 所以這個詞本身還有另外一層, 轉譯, 就是指你的見解, 你的眼光, 你的見解, 跟我們的經驗合在一塊, 你經驗方面的見解, 我們中文一般就還是理解為經驗, 就可以了。 好的, 那麼現在就是說, 你要注意什麼呢? 注意這個培訓師, 他能夠展示出, 他有一種相應的, 有資質的, 職業方面的經驗, qualificate, 這個詞就表示有資質的, 他已經被賦予了這個資格了。 seine fachliche qualifikation, 啊, 那麼他的,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這個coach, 就是一個教練, 教練的職業方面的資質呢, Sorten sich nicht nur auf etwas beschränken, 動詞到最後, beschränken, 所以, 大意就是說, 主語不應該僅, 局限在什麼地方, 我們都知道, 這裡呢, sich beschränken, 帶了這詞, auf, 就是主語, 局限於什麼地方, 好的, 局限在什麼呢? psychologische Ausbildung, 不能說, 你只是受過心理學方面的培訓, 括號,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 Arbeitspsychologie, 啊, 那麼兩種心理學, 組織心理學, 或者工作心理學, sondern auch, 那前面說, 不僅僅這樣, 還應該, 還應該具備什麼呢? betriebswirtschaftliche, 企業經濟學的, kenntnis, 知識, aufweisen, 這個動詞呢, 就指的是, 指明, 它和前面的forweisen, 意思有那麼一點近, aufweisen, 更多是指指明一條道路, 我向你, 展示一下, 指明一條道路, 而forweisen呢, 是, 出事, 所以這兩個詞, 有那麼一點點近一字的意思, 一般, 大家根據這個中文意思, 其實也能區分開, 好, 那麼這段其實告訴大家, 怎麼樣找一個好的coach, 換句話說呢, 這個好的coach, 它應該具備了怎麼樣的一種特質,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段, der Begriff Coach, stammt aus den Englischen, und bedeutet der ursprungliche Kutcher, und tatsächlich ist die Bestimmung des Ziels,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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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是,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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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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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セminar für Eltern anbietet, coach這個概念, 本來呢, 是來自於英語的, 這個我們前面給大家解釋過了, 注意這個句型, stammt aus, 從什麼地方來, bedeutet ursprunglich, 原本本來, 最早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kutcher, kutcher是德語單詞, 大家都知道, 馬車, 所以我們都知道, 某款包包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馬車的形象了, 嗯, 看來又學到新知識了呢, 大家好好學得, 回頭買一個包包, 給自己獎勵一下, 然後, 我們再來看下一句, und tatsächlich, 而且事實上呢, tatsächlich, 就事實上面, die bestimmung des Zeus, 確定目標, bestimmung, 來自動詞, 確定, 明確, 明確這個目標, 是在, by, 就表示這個事情上面, by coaching, 在這個, 培訓過程中, 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任務, die wichtigste Aufgabe, so steht am Anfang eines jeden Coachings, 所以呢, 在任一個, 培訓的最初, 都是這個問題, die Frage steht am Anfang, 簡單的話, 這句話,你可以這麼理解, 這個問題, 就是在一開始就存在, 就在那兒的, eines jeden Coachings, 一個, 每一個的, coaching,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 隨便, 每一個的, coaching, 他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wo wollen Sie hin? 您想去哪? 但這個去哪裏, 當然是抽象的, 幾句說白就是, 你想幹嘛? 你想成為什麼? 你想最終獲得什麼? dass diese Frage oftmals gar nicht so leicht zu beantworten ist, 這句話呢, 請大家注意, 所以, 用了一個, sein加 zu, 這樣一個結構, 我們應該也學過了, sein加 zu, 同樣是具備了被動含義, 主語是應該被做, 或者可以被做, 這個事情, dass其實就是陳述這個事情, 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很難回答出來, 被回答出來, 關於這方面, Kristina Bay, 她也知道, 可以去來報告一下, 這個意思好像中文不太通, 其實德語是非常通順的, 說白就是, 接下來引路, Kristina Bay, 這個人物, 她有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da von weiß jemand, 就這方面某人也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呢? zu brichten, 知道來, 給我們做個報告, 就給我們說一下, ok, 然後後面, 就再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Kristina Bay, 它是個什麼身份, Eine Glant, Glant, 就是已經完成了學習的, 我們一般就可以理解為受過教育的, 或者是, 培訓過的, 有技能的, Physiotherapeut, 所以這個詞的重音, 在最後的, EU, 俄語上面, Physiotherapeut, 現在是個女的, Physiotherapeutin, 中文的術語, 應該稱之為, 理療師, 這個職業, 這個職業可能在, 某國, 地位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在西方國家, 這個職業地位還是蠻高的, 好的, 我們這位主人公, 他曾經, 非常的不滿, Wenn zufrieden, 好, 後面的meet, 跟什麼不滿呢, Massen abfertigung, Iher Patienten in the Praxis, 這個praxis, 這邊不是實際, 而是指, 診所, 也就是醫院, 那麼, Massen abfertigung, Massen, 大規模的, Abfertigung, Abfertigen, 有一個對待處理的意思, 兩個詞合在一塊, Massen abfertigung, 很多時候我們就指的是, 批量生產, 後面還跟了一個, 關係重置, 定的就是這個praxis, 哪個praxis呢, 他在這邊工作的, 這個診所, 那這句話其實就很好理解, 在診所裡面的批量生產, 大家能明白這個意思吧, 就是說這個醫生啊, 按照這個規定的程序走一遍, 不是非常的用心, 唉, 其實畢生老師覺得, 人家的醫生做到這份上已經蠻好了, 跟某些國家的醫生比起來真的不錯, 對吧, 但就算這樣, 我們這個Christina Bay, 她依然是不滿, 她認為非常不好, 那麼她跟她的同事呢, 不斷的爭吵, 唉, 我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後面有個to name的conflict, 不斷爭長的conflict, 紛爭, Mit ihren Kollegen, 就跟她同事之間不斷爭長的爭吵, Beworgen sie, Beworgen這個詞, 來自於動詞bewegen, 結合後面的Beworgen sie, 以及這個介詞zu, 就是說, 足以使, 這個四格, 朝著什麼方向在運動, 我們簡單的可以理解為, 促使, 那麼不斷爭長的爭吵, 促使它, 最後, 最終, 終於, dazu, 後面要代付詞了, dazu, 怎麼了呢, bei einen coach, Rat zu suchen, 去開始尋找, 建議了, doch erst nach sieben sitzungen, 那麼, 但是呢, 一直要到七次會議之後, sitzung, 就是一個會議, 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面談, 在談了七次之後, gewang Frau bei klarheit über ihre berufliche Zukunft, 這個, 這個, 卑女士, 才贏得了一個清晰, 所謂贏得了一個清晰, 其實就是說, 唉, 腦子終於清醒了, 終於看清了, 關於什麼呢, über ihre berufliche Zukunft, 關於他的職業的前景, 終於看清了,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 kündigt, 就是kündigen, 辭職, 他辭職, 並且呢, eröffnen, 這個我們都知道, 成立, 建立, eine eigene Praxis, 搞了一個自己的診所, die auf motorische Problemen von kleinen Kindern spezialisiert ist, und auch Seminar für Eltern anbietet, ok, 那麼這句話兩個動詞, 第一個, ist spezialisiert, 這個就是, 專精於某個方向, spezialisieren, 我們都知道就是, 專攻, 專攻某個方向, 專精於某個方向, 現在取他的二分詞, 看作形容詞, ist spezialisiert, 就是精通於某個領域的, of motorische Problemen von kleinen Kindern, 此處, motorisch, 是有特定含義的, 指的是, 運動機能, 所以, Christina Bay, 她的這家小醫院, 是專攻, 小孩子的運動機能問題, 好, 還有另外一個動詞, 是unbeaten, 就提供, 提供給, 家長, 提供給他們, seminar, seminar, 在此處, 就簡單的理解為, 或者講座, 或者課, 好, 然後後面我覺得, 關鍵來了, 那他的這個培訓師, 利不厲害, 非常的厲害, 做了什麼呢? hat und unterstützt, 支持了他, hat sie und unterstützt, 關鍵是, 後面的這個介詞, 多個介詞, von über bis hin zu, 從這個到這個, 再到這個, 大家注意這個結構啊, 那麼從什麼呢? conzeption, 概念, 理念, 一個Gangling, über die Gespräche mit Banken, 再到和銀行的這個溝通, 跟銀行的對話, bis hin zu, 再到, marketing concept, 市場方案, 前面還有一個使用詞修飾, ausgefalt, filen, 本來指的是, 拿錯刀錯, 結合這個aus, 就是錯頻, 轉印, 你就可以理解為, 是打磨過的, 拋光過的, 放在這個上下文裡面, 我們就可以理解為, 這份營銷方案, 是被修改過的, 好, 我們通過這句話, 才發現, 原來國外這些coach, 真的非常的厲害, 再結合前面那一段, 我們就真的明白, 這些coach, 可並不僅僅只是說, 我讀個心理學, 我就上台, 會鼓動人就可以了, 而是真的能很務實的, 從你的一開始的理念, 到後面很多事物性方面, 都能幫到你, ok, 那麼這篇文章, 最後是一句話, 那麼這個符號, be meinen, 這邊minen, 其實就理解為說, 大家不要死板的, 一定翻譯成, 認為, 他有時候可以翻譯成說, 符號碑就說,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 這個培訓的過程, 我是肯定不會抓住, 這一次挑戰的, 此處這個第二虛擬是, 非常的地道, 相信大家能夠理解, 因為只是對現實的一個虛擬假設, 好,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關心重拒, 符號碑現在是怎麼樣呢, 他現在自己就是五個雇員的老闆, 也就是說他手下已經有五名員工了, 也就是證明他現在已經略有小成, 好的, 同學們, 那麼到這裡我們這篇文章的講解, 主要的講解就到此告個段落了, 後面呢還有幾個小問題, 針對這篇文章呢, 大家來說一說, Wovun handelt der Artikel? Erklären Sie die Begriffe Coach bzw. Coaching? Wirches Beispiel von Coaching gibt es im Text? OK, 請同學們首先自己回答一下, 好, 最後給大家展示一下答案, 好, 最後給大家展示一下答案。 就像是在那裡的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